做裡面有重複性質的動作 其實你都可以把它錄成聚集 以後變成一個按鈕 按下去就自動幫你重新跑過一遍 但是要切記就是說 錄製之前一定要先彩排過 確定你這些動作都是可以很順的做完 不然的話你如果錄下來一些 可能不需要的動作 那有可能它也會寫一些不需要的東西出來 OK 再來的話你錄製完之後 可以再到聚集裡面的那個編輯 這邊有個編輯 它一樣其實 不過你如果不按編輯的話 你按video basic 它一樣會跳出來 其實錄製聚集 它到底在背後幫你做什麼事情 其實就是幫你產生一個新的模組 OK 如果你本來有module 1 它就變module 2 第一個會插入一個新的模組 第二個的話就是幫你產生什麼 這個sub 有沒有 那其實這個sub跟我們之前寫的其實是一樣的名稱 反正我們不要插入程序嗎 程序裡面有sub 其實它有點就是自己幫你寫程式 只是說你自己打上名稱而已 那後面東西程式是自己幫你 幫你把它寫出來而已 就寫在底下 那當然如果你有需要你就自己再去改 那比如說像我們需要改的地方 第一個就是說 我希望按下它的時候不要跳這個東西 那怎麼樣把這個東西關掉 其實在Excel裡面的話 基本上由誰去管理 管理這個東西呢 這個東西呢在Excel裡面它叫做Alan Alan 就是一個訊息對話方塊 那要不要顯示的話呢 其實就是Excel去管理 可是Excel到底要怎麼去控制呢 其實在那個我們的VBA裡面 所以你切到VBA裡面 你可以點擊那個上面一個問號有沒有 這個問號點擊啊 這個問號實際上就是說明檔 說明裡面的話其實 它VBA其實主要的功能就是把所有 那個Excel裡面的操作的這些動作呢 都幫你變成一個一個對應的物件 利用這些物件呢 你可以做控制 也就是說將來如果你只要知道那個物件的名稱 你就可以去控制Excel裡面所有的動作 那比如說呢 你想說那我想知道呢 Excel的這個物件名稱叫什麼 那其實你可以看到那個在問號裡面 它會跳出一個說明 不過比較麻煩的是 現在2007是長這樣子 可是2010跟2013又長得不一樣 不過大體上一定有一個問號 那只是說後面的版本會跳到網頁上去 這個版本是跳視窗 所以你慢慢習慣就好了 那但是位置好像又不太一樣 反正概念是一樣就OK了 那裡面的話我怎麼知道哪一個是 其實你可以點擊什麼 點擊那個在 這個Excel開發人員參考 其實每一個每一個都有點像一個官方的 說明的一個電子書 那其中的話 你可以看到Visual Bay的程式語言參考 參考裡面的話 你可以找到有一個叫什麼叫物件 這邊裡面有沒有物件 有物件有沒有 OK 其實從這邊進來也可以啦 或者是從其他地方好像也可以 那其中的話呢 你可以找到一個application物件 找一下裡面 等一下更正一下 這裡面也可以找到 這個Visual Bay的參考 或者你可以從那個開發人員的這個參考 這邊也可以 從這邊物件模型 Excel裡面的對應的功能 它有一個物件模型參考 那其中的話 你可以找到物件模型參考裡面的application 物件 這個地方的話點擊進來 好 那你可以找到application這個物件 那這個物件呢 其實你把它點進去 它底下的重點就是一個物件啊 不過你大概知道一下就好了 它主要呢 要怎麼了解這個東西啊 其實你點擊物件 它會告訴你說呢 application是什麼東西呢 關鍵字看一下 代表整個什麼Excel的應用程式 OK 也就是說呢 application其實就是指的是Excel本身啦 那這個application物件能夠做什麼呢 其實你可以 能夠做什麼的話 所以其實基本上呢 我們要未來要怎麼樣用VBA去控制Excel 其實就是透過物件 那物件呢怎麼控制 其實就是它的物件成員 成員的話就是說 它具有哪些功能 OK 裡面的話基本上會有兩個東西 一個叫方法 一個叫屬性 其實物件裡面最重要就是這兩個東西啦 那方法的話就是做什麼事情 OK 然後呢屬性的話呢 就是你要做一些相關的狀態的設定 其中的話呢 有一個 其中有一個我們如果要關掉那個視窗的話 其實呢 它你可以找一下 裡面的話一定會有顯示相關的 那顯示相關的話 在application的這個物件裡面 它的開頭呢 通常會是displace開頭 那displace呢 我們剛剛那個東西叫align 有沒有 它也叫displacealign 這個align裡面的話 它說要不要開啟某些什麼呢 提醒及訊息 那如果說呢 那不過呢 它告訴你這是booling booling指的是true跟false 其實意思是開關的 那如果說我今天大概知道有這個概念之後 我要怎麼樣把程式寫出來 其實非常簡單 第一個 你要先知道application的物件名稱 所以這個可能要稍微記一下 eSale就是application 所以你要自己打上那個application 的這個物件名稱 好 這個字可能要拼 可能要稍微記一下 這個單字啦 這單字其實 實際上 我們現在的那個手機的app 實際上就是這個的縮寫 application 就應用程式 那你如果字沒拼錯的話 你把它點下去 你按個點 如果有清單出現的話 表示說你字沒拼錯 但是你等一下點下去 如果清單沒出現 表示你字拼錯 你可能要稍微再檢查一下 那其中的話你打個di 大概打個di大概就出來了 因為它會按照什麼 它這一個物件裡面的成員 就是包含什麼 方法就是一個綠色的 那屬性的話 就是一個手拿一個文件 就是那個一個屬性 所以你打一個di dispress alone 如果你要把它關掉的話 這等於 打個等號之後 你會發現 它會自動出現一個開關 那其實booling就是true force 就等於一個開關 開關就true 如果要打開就true 要關的話就是false 那如果我要關掉的話 很簡單 你就把它改成false就好了 它就知道了 那記得 程式先開始了 就先把它關掉 記得程式結束的時候 在and sub上一行 記得要把它打開 那為什麼要打開 那你說 就乾脆把它整個關掉就好了 欸不對 因為Excel裡面 還有很多地方 需要跳出訊息的 那如果說你把它關掉 它以後就不跳了 那不跳就麻煩了 有些功能就跳不出來了 OK 所以特別注意 請你這個地方 要把它再打開 好 也就是說 先在開頭的地方關 結束的地方再開啟 OK 試一下 這樣就OK了 做完之後的話 那我們一樣 再到這個資料剖析的地方 我先把它清掉 資料剖析 你會發現嗎 按下它 剛剛本來會跳一個那個東西 現在它就不跳了 所以 特別是那個東西 其實我剛好把它截圖 其實就是這個東西 您要取代目標的儲存 反正以後啦 只要你程式裡面 都會一直跳一些東西的話 如果你不希望它繼續跳出來 還真的還蠻有蠻多地方都一直跳 你把它關掉就好了 所以這招還蠻管用的 只要在開頭的地方 加一個這個東西就可以了 OK 結束的地方記得把它加一個觸 OK 第一個 如何關閉那個訊息 那我又把它寫在 特別是如果 你們要參考的話 可以到雲端白板上面參考 我一樣是放在我們那個 記得這個網址請各位記一下 未來我們的東西都放這邊 那請各位就這個要稍微記一下 那資料拆解裡面的那個 這個150這個是練習題啦 這個是我們的答案 然後你就可以怎麼樣呢 把它打開來 這個把它打開來 打開裡面的話就會 我又把那個 我做完的結果的畫面 當然需要截圖 我就把它截圖上去 像剛剛的動作這邊都有 那增加一個按鈕 那資料剖析關閉的話 就是加上這個 再來的話呢 待會兒我們再來看 我要如何自動 自動偵測什麼呢 總共的列數 因為如果不能夠自動偵測列數 每次都要改 那永遠改不完嘛 現在改成8改成11 OK了 可是未來如果還在增加 那你還要再改一次 那這樣不合理啊 城市每天都要改城市 那感覺好像 事情好像只有做一半 所以要怎麼樣可以嗎 自動幫你偵測 最下面一列 這個是還蠻重要的 所以要怎麼樣 再加上這行城市 那請各位先試一下 把那個application.displace alone 等於force這部分把它加上去 那其實也不用10倍啦 以後喔 其實只要你想到 你需要利用Excel這個物件 Excel本身的功能 去做一些相關的設定 全部都在application的物件裡面 不過因為太多啦 有沒有從A到 剛剛沒有到D啦 反正往下 它會幫你排出來 那當然呢 如果你想要知道說 它還能做什麼 不能做什麼 其實就可以查一下 那個我剛剛講的 Excel裡面的那個 Visual Basic裡面的那個問號 問號裡面的那個就是 這個開發人員參考 Excel的 2007的開發人員參考 的那個Excel的物件模型 物件 Excel的物件模型參考 那這邊一堆的物件啦 其實一堆的物件 就是 象徵著 Excel裡面所有東西 它都物件化了 透過這些物件呢 就可以達到去控制Excel的目的 也就是說 你將來只要 想要控制哪些地方啦 你只要知道哪些物件 可以對應到 那個功能的話 那你就可以完全控制它了 然後呢 控制的方法就是了解它的 物件成員 成員裡面就是一個叫 屬性 一個叫方法 那這個當然就是它一個 基本的概念 所以如果你要徹底了解這些東西的話 你就是 還是要稍微K一下這些東西啦 因為這些東西的話 就有點像使用說明書啦 給你說明書嘛 反正你自己查嘛 不需要用背的啦 像我也不完全 每個物件我全部都用過 但是呢 我只要需要用的時候 我再查一下 我就大概知道 有沒有那些功能 那怎麼做 它也會提供給你一些範例 那試一下